還有我昨天跟大家說過 我現在可以再申請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個與大家看《復仇者4》這一套戲 的第一天 即是4月24日 星期三 那天第一場 即是香港正式來講的首映第一場 我們不會計算早上那些 因為那些還沒下班是沒問題的 那個首映第一場我們除了會有道具展 道具展即是拍戲的道具展 會有迪士尼的人現場出現 也會有很多穿著Marvel 即是Custom Crosplay 即是所謂的女生會跟我們拍照 簽名 我們開開心心看一場 其實只有三十張票 我千辛萬苦之班 真正的第一場只有三十張票 不知道不會在新界 只會在九龍和香港 很大機會到時轉又到時改 很大機會香港就是Times Square 很大機會 九龍就是九龍堂 或者香港就是Heyson 不知道 但也未知可能會改 有興趣跟我一起看電影的朋友 第一場 就麻煩 留意我們的專業 我們明天會上架 明天會上架 就只有三十個位 我會收你們二百元 你看到那個相片 預備你們一起看《復仇者4》的首映 到時如果戲院是180 因為現在未定票價 或是160 我當場給你們 只是三十人而已 這是其一 其一 正如我昨天所說的 就是第一集之後 第一日之後 第二日是星期四 我們不會有什麼活動 第三日星期五 都會回到那間戲院 到時我會多點位 有80個位 票價都一樣 但第二天就不用上班 不過就沒有了第一日看 但其實這一套戲 如果看電影的朋友 我應該明白 其實如果你說 在五、六點後的下班時間 我想你頭一個月 都挺難買票 因為第三集都搶到這樣 變成熱鬧鬧 大家趁熱鬧 我相信也好看 第三集 真的緊張 拍得好的 《Advenger 3》 現在是《Endgame》 《Advenger 4》 大家留意一下 明天我們會把 4月24日首映那晚 放上架 有什麼劉俊輝那些朋友 問我怎樣 上網給Full PayPal 先確認一下 這樣就簡單很多了